董卓自重营 董卓自重营 他的父亲董君亚 是影川骏轮视线的一个小线位 因为董君亚在影川工作的关系 所以董卓自重营 而他的弟弟董明自输赢 此外董卓还有个哥哥董卓自孟高 董君亚虽然在影川干活 但那时候的边疆居民是不可以随意内议的 董家并不是影川当地好族 董卓的家乡实则是在梁州龙溪临桃县 当地远离中央多有一族 少年时期的董卓好游侠 和当地羌族首领们多有结交 为了和首领们搞好关系 董卓还曾杀过羹牛作为盘带 深感其异的首领们回送了鲜鱼头杂处作为回敬 董卓在边疆长大 对胡人们的部落非常熟悉 于是得到了梁州刺史的赏识 胡人们乃话外之名 经常入侵掠夺人口 董卓曾领兵追逃 斩获千计 董卓碧里惊人 他悲哭两宫 可以在马上左右骑射 枪狐们都非常畏惧他 董卓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 因此受到梁州三明之一 时任冰州刺史的段总的举荐 还曾被时任司徒 作为太尉的原委征必为其怨述 汉桓帝末年 时任雨林郎的董卓 担任梁州三明中的另一位 张焕的军司马 张焕当时掌管幽兵梁 滇江三州 奉命率军讨伐仙连枪 在张焕的打击下三州清定 董卓也因战功败为郎中 还得到了朝廷的赏赐 九千匹细菌 但董卓却一点也没有自己留下 而是将之悉数分赏给下属 此后的董卓 镇守在西北边疆部一带 继续讨伐枪谷 中平元年及公元184年 北中狼将卢职 在围攻张角张梁聚守的广宗城时 因为拒绝向宦官佐风贿赂 而遭到其诬陷 探陵地大怒 并领用囚车针回卢职 并任命董卓为东中狼将 前往讨伐 董卓看广宗城难以攻下 便转而和居鲁太守拨点 一起攻打张宝聚守的去阳城 但是打了整整两个月也没能啃下来 于是董卓也被汉陵帝命令用囚车载回 而后黄虎松接受了这个烂摊子 张角急死 郑处军连战连结 连续攻杀张梁张宝 平定黄金之乱 倒霉的董卓在黄金之乱中不仅威力寸功 反倒横遭牢狱之祸 公元184年的冬天 刚刚经历黄金之乱的东汉王朝 再次陷入和枪人们的战斗中 黄金之乱虽然席卷全国 但也十分迅速地被扑灭 相比之下 枪人们持续的动乱更为棘手 东汉王朝自中期就陷入了与枪人的战斗中 历经黄虎规攻心招抚 张宦恩威并重 断炯百战连结三大阶段后 枪乱暂时平息 但黄金之乱后 先前降附的仙连枪与黄中枪又起来造反 他们推举黄中义从北宫博裕 李文侯为将军 攻杀护枪效尾灵征 贼兵来势汹汹 很多人望风投降 梁州一从王国 宋建翻盘之后要求金城郡投降 并求见梁州都军从事边运 梁州从事韩约 韩约先是不肯前往 但在金城太守陈毅的劝说下 边运韩约只好前去面谈 没想到贼兵扣押边运韩约等数十人作为人质 之后金城发生动乱 陈毅逃出城外 贼兵杀死陈毅却选择释放了韩约与边运 韩约边运原来并不是贼兵 但是陈毅已死他们返到平安 于是龙溪郡在向周府报告辞事时 也将韩约边运也将韩约边运列为叛贼 周府因此悬赏韩约边运的人头 走投无路的韩约边运干脆分别改名为韩岁边章加入叛军 由此开启了汉末西北混战的局面 当时的梁州刺史 左昌根本没有平叛的能力和决心 左昌趁征兵的时候大肆挪用军费 从事葛勋拼命劝谏 左昌一怒之下将葛勋派往平叛前线鄂阳县去当炮龟 心想这就算葛勋没死 回来也可以因战败而军阀处置 但没想到葛勋竟然守住了阵地 先前叛军攻打金城郡的时候 葛勋就劝左昌派兵救援 现在金城沦陷 叛军们也拿恶养没有办法 他们转而向左昌驻守的祭县包围了起来 左昌吓得半死 赶紧叫葛勋派兵回来救命 在葛勋回军解围之后 叛军的势头暂时被遏制 而谭污犯左昌则被罢灭 新任梁州刺史宋霄上任后 和葛勋说 梁州这地方学术风气不足呀 所以这些暴民才屡屡起来反叛 现在我想多抄几份孝经 每家每户传阅学习 这样他们就懂得了礼仪之庙 不会造反了 葛勋不好当面开口说他妈的智障 只好用道理劝剑刀 昔日太公风起 催住杀军 勃勤喉鲁 庆苦篡位 这两个国家难道缺乏有德性的学者吗 现在大人您不想想如何评判 反倒急着推行你的那套说教 这样做不仅会导致周军百姓怨恨你 更会在朝廷受到官员们的取笑 我实在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宋霄的一意孤行 估计没有感化百姓 还让他受到了朝廷绕书的劫子 叛军们围攻护枪校尾下雨于触关一带 葛勋距周军兵马前去救援下雨 却在湖盘被叛军大败 葛勋距集残平百人摆出余力阵法 枪人则派遣精锐骑兵 利用骑兵的机动性相加冲击 葛勋兵力不足 阵型被逐渐撕开 自己身受多数重创仍屹立不倒 指着军旗大吼 必施我于此 葛勋誓死如归的气节 感染了眼前的叛军 叛枪拒救物落的圣吾 平日里就受过葛勋的后遇 于是率兵马阻挡其他叛军 说葛掌使是如此贤明的人 你们杀他是违背天意呀 葛勋仰头大骂 说你们这些贼奴 如何辨别贤明与否 快快过来杀我 叛军害怕不敢接近 圣吾亲自下马 想把马让给葛勋 葛勋誓死不从 叛军钦佩他的气节与勇气 不敢杀他 最后将葛勋送还汉阳 梁州毕竟远离朝廷 枪人的反叛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并没有大军前来讨伐 葛勋也无能为力 到了185年的春天 寒边打着朱砂宦官的名义 带领数万骑兵进攻三府一带 朝廷召兵车骑将军王府松为主将 中郎官董卓为副将 镇守长安征讨叛军 之前平定黄军之乱的黄埔松 这次和梁州叛军对峙 数月未能获胜 汉林帝在张丈赵州的吹风下 决定罢免黄埔松 连年的战事 让东汉朝廷不得已再次加重赋税 司徒催裂正为梁州战事不决 不如放弃梁州 义郎傅谢在朝廷上历声说道 只有把司徒砍了 天下才会安定 尚书郎秉奏汉林帝 称傅谢在朝廷上当众辱骂大臣 于是汉林帝询问傅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傅谢说 当年匈奴缠于莫读 写信调戏旅后 上将军凡快夸口说 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凡快奋机私奋 未施人臣之劫 但既不仍说凡快可斩 梁州为天下要冲 国家翻位 高族派遣立商平定拢右地区 士统开拓梁州 设立四郡 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样 好比斩断匈奴人的右臂 如今治理梁州的官员们失和 叛军四起 天下为此骚斗 陛下为此卧不安寝 催炼为国之众臣 却不能为国分忧 想出应对之策 反倒要搁弃一方万里疆土 我对此恨事不解 梁州是我们先被辛苦打下来的基因 若左任之鲁得居此地 则会让梁州成为叛军的大本营 这是天下所虑 设计所忧啊 如果崔烈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 那就是愚昧 如果他明知后果 却不已说出这番话 那么他就是对陛下的不忠 汉陵帝同意赴谢的说法 放弃梁州 实不可取 公元185年8月 朝廷任命张温为车级将军 统帅破鲁将军董卓 荡口将军周慎这两个梁州人 前去讨伐叛军 张温的幕僚团队则有参军士孙坚 君司马逃迁 当时张温也诏书召见董卓 但是董卓过了很久才到 姗姗来迟的董先生被张温斥责了一顿 却还嚣张的回嘴 这时候孙坚就在张温耳边说 董卓嘶吼不觉得自己有错 说话还像吃鸟张义一样嚣张 应该以不按时到场的罪名 依据军法斩首 张温说道 董卓在龙鼠之间素有威名 今天杀了他 之后我们讨伐叛军的时候 就没有依靠了 孙坚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说 公亲率天兵 威震天下 为何要依赖董卓呢 我看董卓刚才的言行 凡是不禀报公就擅自做主 心上无礼 这是一罪 冤章含碎在边疆跋扈多年 我们这时去讨伐是非常合理的 但董卓却说还不能开始打 动摇军心 这是第二罪 卓寿命前来讨伐 却未得寸功 本该免官或者入狱 正是因为将军的赵姓才得以留下 但是这次一进来就目中无人 十分傲慢 这是第三罪 古之名将 都设在军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 严厉惩承执那些跋扈的人 正如司马壤鞠 斩庄骨 为蒋 现在将军对董卓网开一面不杀他 就是在损害自己的威望呀 董卓的勇猛以及威望 最终让张温做出了决定 破鲁军还是快回去吧 董卓会生疑的 孙尖剑没能说服张温 只好起身离开 张温军至美阳和叛军开战 双方对峙近三个月 公元185年11月 流星化过天际 留下一道长十余丈的光 叛军营中的驴马私教不止 叛军们觉得这是不祥之兆 决定退兵回金城 董卓文之大喜和幼浮风暴红 俄军并击 击杀数千人 叛军被迫退至渔中 而孙尖在美阳亭北率军一千遇敌 遭到大败 差点战死 叛军暂时败走 张温决定乘胜追击 派遣周慎率三万攻打渔中 孙尖对周慎说 叛军心退至此 城中没有足够的粮食 肯定是依靠别处允粮 监院分兵一万 断气两道 将军大可大军坐镇后方 渔中叛军没了足够的粮食 肯定无心迎战 等他们四处逃窜时 再征讨 梁州就可以平定了 周慎没有听从 继续包围渔中县 就在此时 寒边分兵占据奎原侠 周慎大军没能切断 叛军的梁道 现在反倒是自己的梁道 为截断 这样下去 三万大军迟早成为 瓮中之鞭 周慎惊慌之下 扔下资重 马上退兵 这一路可谓是大败 张温派遣的另一路大军 由董卓率领 攻打望远一带的仙连枪 董卓大军在渡过渭水之后 被枪湖包围 前有敌军 后有大河 董卓军进退不能 董卓集中生智 派士兵在河中修筑堤坝 假装捕鱼 等堤坝修好后 迅速渡河 枪刃来时 河水已经很深 没有办法继续追击了 张温的多路北伐 虽在后期未能取得关键胜利 但好歹是把叛军赶出了三府一带 暂时缓解了局势 186年3月 张温拜太尉 这年冬天 张温班师回朝 而叛军内部 则发生了重大变故 韩岁在杀死边章 北宫伯玉 李文侯后 轻率十余万兵马 进攻隆西 当时的梁州刺史耿比 宠信人品败坏地从事成囚 世人们都怨恨他 公元187年 耿比率领六军兵马 进攻京城县 福贤知道众人接怨耿比 便劝阻他不要去 耿比不听 结果在敌道上遭遇反叛 隆西太守李向儒 与韩岁等联手击杀成囚耿比后 大举进攻汉阳 汉阳郡兵手凉进 汉手腹瀉在这险境中选择坚守 北地胡迹们多听闻腹瀉的威名 便在城外叩头 请求腹瀉还归乡礼 腹瀉的儿子腹干 劝说父亲说 政府混乱 大人您才不能留在朝廷 天下叛乱不断 我们兵马不足 外头的胡迹也是北地人 当初受过您的恩惠 现在他们请求您放弃这里 回去北地 希望您能考虑考虑现在的形势 我们回去后召集兵马 能有道之人出世 我们再来安静 话没说完 父亲就说别沉啊 难道你认为这次 我必死无疑了吗 圣达结 赐守结 惜英寿之报 国疑不实周速 仅朝廷不比英寿 我的德行难道超越国疑了吗 断世不能培养出浩然正气的人 我拿着俸怒 又怎能不替朝廷分忧呢 我这把老骨头是必死在这里了 已有聪明才智 应当努力 主不扬晦 可是我的成鹰啊 四座哭泣 不负在眼 王国派遣九泉太守方言 前来说想 父亲举剑大马 一身为朝体兵官 反倒为叛军说想 所以举军冲入敌阵 英勇战死 耿比的司马马腾 此事也举兵反叛 叛军联合拥立王国为首领 再次进攻三府一带 公元188年 叛军为陈仓县 朝廷见事态紧急 再次任命皇甫松为左将军 董卓为前将军 各派两万人前去讨拔 董卓认为兵贵神速 应速速进兵 智者不会错失时机 勇者不会犹豫不决 我们速速进兵 陈仓就会保全 不救 陈仓就会沦陷 决定陈仓命运的时刻 就在此时 王府松不以为然 说 百战百胜 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要先摆出不可战胜的姿态 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 陈仓县虽小 但城池坚固 守备完善 王国兵强 但是一时也难以啃下陈仓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亿待劳 定可大获全胜 王国大军在围攻陈仓县后 从188年冬天到189年春天 经历了八十多天的战斗 仍未能攻下 兵马疲蔽的叛军内部 渐渐出现逃兵 皇甫松觉得时机成熟 此时董卓却说 穷口莫追 归咒误破 这是司马法上的道理 现在我们追讨王国 王国虽兵马疲蔽 但困兽游斗 万万不可追呀 皇甫松说 先前王国兵多势众 我避其锋芒 一意待劳 待到其市衰之后 再次出击 现在王国的兵马疲惫不堪 没有斗志 我们用整齐的军队去打四处逃窜的叛军 这怎么可以说是追穷寇呢 于是皇甫松叫董卓殿后 轻率大军追击 连战连结 斩杀万鱼 大获全胜 董卓的两次建议 军被否决 自己也被安排殿后 为力寸功 心中怨恨皇甫松 王国败逃后 韩岁等人联手废掉王国 另立严重 不久严重病死 叛军内部大乱 你争我打 无暇东进 陈仓之战后 汉陵帝刘红任命董卓为少府 董卓哪肯放弃手中的兵权 于是回书说道 自己手下的士兵都挽留他 实在是舍不得 朝廷再次任命董卓为兵州部 叫其速速交兵权给皇甫松 董卓对这个兵州部可是很眼馋 但他又不肯放弃手中的兵权 就借口说手下士兵和自己感情深厚 希望和自己一起前往兵州 桀骜不逊的董卓不肯交出兵权 成为了朝廷的一大隐患 董卓自带五千兵马去兵州 走到河东郡便停下了 皇甫松从此皇甫立趁此对皇甫松说 本朝施政天下道旋 能安定天下的人就只有您和董卓了 现在董卓怨恨您 他受朝廷诏命交出兵权 却尚书狡辩 京城现在发生动乱 他却愁愁不尽 这肯定是怀有坚逆之心 董卓凶狠暴力 将士们都不愿意依附他 大人您现在手握重兵 应该像齐桓禁文那样 依仗国威讨伐 上线忠义 下出凶害 皇甫松虽然认为董卓 不听朝廷命令的行为很不对 但是要是自己擅自诛杀董卓 那和董卓也没什么两样 所以皇甫松上奏朝廷 陈述董卓的劣迹 让董卓被汉陵帝骂了一顿后 更加怨恨皇甫松 皇甫松此时手握重兵 这本来是诛杀董卓的最好时机 但或许是天意 董卓逃过了一劫 于是董先生便驻军屯于河东郡 在那里等候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人物 驰行驼 要生出一半 那里是董卓 立的